我們也就補證的內容 關於基隆滬海公投的補證審查結果 基隆滬海公投領銜人王醒之跟公民團體都相當關心 因此特別來拜訪市長謝國良 按照公民投票法的規定 不管是全國性的公投或者地方性的公投 都必須是在西元基數年的8月的第四個星期六投票 那換言之以現在目前是2023年就是基數年 所以如果我們要發展一個推動一個地方性公投 假設要在今年投票的話 就必須是要在這個階段就立刻開始推動 但如果我們錯過了這一次2023年的8月26號的投票 下一次的投票日就會是2025年的8月的第四個星期六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覺得對於這個議題的討論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因為目前現在如果在2025年之前的8月第四個星期六之前 環評就已經通過 那這件事情幾乎就沒有什麼討論的餘地跟空間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期待 基隆市政府能夠在這段過程當中看到民意的趨向 然後願意再把行政流程和再把法律見解的研究做得更迅速一點 然後可以讓我們盡快開始展開基隆護海公投的第二階段連署 大家擔心的都是如果環評會一召開 但是民眾的聲音這件事情一直出不來的話 那環評委員那邊的影響他應該就繼續順著台電的 目前的八成以上市民同意填海造地這個路線走了 但其實不管是航港界也好或是萬木山一帶 或是說你會去走基隆雙塔的眾多民眾 其實都對於這件事情他可能是不知道或是有疑慮的 所以在這邊也要一方面是感謝市長的努力 跟剛有聽到說市府同仁會願意加班 那希望我們是希望說在連假之前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收到第二階段連署的這個結果 然後讓我們在連署的時候 讓連假的時候讓大家有疑慮去做衝刺的動作 環評的程序不是這樣不是說你今天要搬哪就搬哪 你要搬到哪裡你需要透過專家一起來認定說 好那你要做幾次的調查你要什麼 那他們為了時辰很快那甚至在環評大會上就說八成的基隆人都同意 那事實我們大家都是在座的今天各位可能都是基隆人 大家知道的聲音就不是如此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透過地方公投來去和中央的環評大會對話 告訴他說起碼我們一接就已經有兩千多人反對 你怎麼會告訴我說有八成的基隆市民都同意 那我們也希望說讓公投順利的推動 然後來告訴台電告訴中央 基隆市民是海洋城市 基隆市市民也願意一起來守護海洋 比較主要的是在於就是補證 那沒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有法律意見是認為說是應該要有 給予這樣子的補證機會的 那不過就如同我講的我們在座很多 我也包括本人在內都上過法學院念過一些法律意見 我們都知道法律意見是沒有固定狀態的 它是會隨著不同的情境會有假說以說等等 所以我不瞞各位說我們內部現在就是有兩派意見 而且兩派意見其實也還滿有自己的看法 那我也跟兩位報告 不過就是我覺得畢竟我是市長 我最後會做一個決定 會給這個公投一個正式的行政處分 是允許補證還是其他的方法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 評估清楚後 勇於認識的給出一個決定 謝國良也強調 基隆市政府將利用連假期間 加班審查各界關心的滬海公投案 希望儘速公佈審查結果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